新移民族路的火災 挽救了一个独击老人 一个私自的老人 很感谢 各位大家早 大家好 做公益不漏人后 当然这个助警器 其实从我们 我们消防局从102年 就开始来推行 来推行这个助警器 当然我们法规是 消防法令 消防法第六条 其实也把这个助警器的规范 也纳入一个法规的规定 推行的到现在 其实也很难得 就是我们在民族这次火災 能够让我们的防新生 发现而及时的来报案 挽救了一个私自 独击的一个老人 这个是不简单 就 救了一个人 胜到七级佛头 所以也感谢他 这个助警器 当然就是说 一般尤其在我们 人在睡梦当中 其实他的这个 听节是比秀节灵敏 所以他是会发生警报 发生比较 那让 让熟悉的 这个民众 如果万一家村有发生火災 能及时的惊醒 采取这个 寐游或是避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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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生火災